中共面臨巨大危機之際 黨內權鬥更為激烈 日前中共央行副行長公開透露 當局對明天系萬億資產的接管正在推進 引發輿論關注 明天系是曾慶紅的錢袋子 之前明天集團曾經公開反擊當局接管 釋放出習爭鬥的強烈信號 有分析指明天系現在被順利接管 顯示這場習爭大戰已經初見分曉 9月14日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政策例會 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公勝 在會上點名批評明天系、華信系和安邦系出現金融亂象 潘公勝說 之前政府一直沒有將金融控股公司納入監管 導致這個行業出現干預金融機構經營 利用關聯交易、隱蔽輸送利益 套取金融機構資金等等亂象 他提到 目前金融管理部門已經穩妥處理了安邦系和華信系 對於明天系的接管工作正在平穩有罪感推進 整體風險可控 明天系由金融大鱷蕭建華經營了20多年 資產規模達到3萬億 在鼎盛時期曾控股23家金融機構 參股21家數量遠勝海航系、安邦系和復星系 蕭建華被指是江派2號人物曾慶紅家族的白手套 試驗操盤2015年中國股災 對習近平發起金融政變 2017年1月27日 蕭建華疑似被中共國安人員 從香港四季酒店帶走 押回大陸接受調查 隨即當局開始對明天系的資產進行清理和處置 今年7月17日 中共銀保監會和證監會分別接管明天系旗下9家金融機構 包括天安財險、華夏人壽、天安人壽、益安財險、新時代信託、新華信託、新時代證券、國盛證券、國盛期貨9家公司 共有1.3萬億人民幣資產 然而對於當局的接管明天集團曾經公開進行反擊引發輿論熱議 7月18日 明天集團發出聲明 指蕭建華在2017年初被返回大陸後 集團配合調查、處置資產 但當局在貼身監管和重組過程中 設置障礙、誇大風險、不遺餘力、推動接管 聲明暗示當局有意搶奪他的資產 並表示將向有關部門實名舉報 不過聲明發出數小時後即被屏蔽 大陸獨立媒體評論人吳德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表示 明天系的公開挑戰是有背景的 蕭建華背後包括曾慶紅家族在內的多個中共紅色家族 肯定是不甘心自己的財產被收回去 外界認為明天系被官方接管 顯示曾慶紅勢力正在與習近平進行一場激烈的政治博弈 明天系被認為是曾慶紅家族的錢袋子 習近平要接管明天系等於是抄了曾慶紅的家 有評論認為 當局這次公開對外界披露順利接管明天系來看 似乎這場習爭大戰已初見分曉 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近日亦表示 中共是靠暴力恐怖維持的極權統治 不斷地在內部製造矛盾 最後在高壓下從上到下都將承受不住 從而從內部跨踏 第三次會議 感谢观看